第一題 下列有關時間的敘述何者錯誤 那麼選項珠 能隨著時間顯示規律變化 但無週而復始線上的工具 亦可用來測量時間 這個是對的 比如說沙漏 沙漏有一個規律變化 但是沙漏基本上不可以週而復始 但他也可以來測量時間 所以選項珠是對的 那我們現在過日子 是過所謂的平均太陽日 平均太陽日總共有一天24小時 一小時60分 一分鐘60秒 所以一天有86400秒 所以選項C說一秒等於 86400分之一個平均太陽日也是對的 而我們所謂的太陽日就是 從今天的正午到明天的正午 這樣叫做所謂的一個太陽日 也就是所謂的 陽角最大 所以連續兩次 太陽陽角最大 連續兩次的正午 這叫做一個太陽日 那麼我們在地球科學的時候會教 每個太陽日都會不一樣長 所以我們會取平均值 叫做平均太陽日 所以我們的選項B 說一年之中 各太陽日的長短 並不一致 是對的 但是呢 A是錯的 這樣的兩個太陽陽角最大的 不叫做一個平均太陽日 而叫做太陽日 所以呢 第1題問我們說 下列有關時間係數 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呢 選擇的是 A 連續兩次太陽陽角最大值 所經營的時間 稱為一個平均太陽日 這個是錯的 這叫做一個太陽日 很久興感到的 有關於 這是 你 是 說 說 你 感谢观看